男人拿出全是钱的雨伞,庆祝女友怀胎十月,然而下一秒女人却撞到肚子,男友吓坏了,急忙想看看女友肚子怎么样,安娜却用雨伞遮挡,男友怒吃路人眉长眼睛,女友要有个三长两短,绝对让她倾家荡产,安娜内心慌得一批,为了不被男友发现自己没怀孕,这时她想到补救的方法,见前面的美女屁股一长,她急忙冲上前,将美女的棉花塞进自己裙子里,接着起身叫停了两人,并说自己已经没事了。 强行拉着男友离开这里,而装满钱的雨伞并没有拿走,被刚才的路人捡到了,此时陈好还期待着孩子的出生,殊不知女人正在偷她的钞票,男人突然要检查肚子里的孩子,安娜却反应强烈,见男友有些猛圈,她急忙解释刚才紧张过度了,接着趁陈好查看胎儿时,将她身后所有的马内,全都快速扯下来,装进自己的钱包里,傻男人并没有发现一场,心狠手辣的安娜,又掏出两米长的大针管,萌生一个可怕的想法, 于是狠狠扎了下去,做完这一切后,她急忙回去寻找带钱的雨伞,结果却消失不见了,就在她彻底崩溃时,突然看见脚下踩个纸条,按照上面的提示,她赶紧嗨腰查看,结果捡到前伞的女人,坐上小汽车快速离开,这下完蛋了,幸运的是在路人的帮助下,女人找到一模一样的雨伞,但里面却没有钞票,却有数不清的指挥落下来,而男人拿出一串钞票, 正是女人偷盗的证据,此时安娜彻底猛了,男人也脱下了伪装,她竟然是当地的探长,最近接到很多举报的电话,说女人骗婚骗钱,突然屋里传来动静,安娜来不及多想急忙跑去查看,此时她的儿子已经病入膏肓,经过抢救还是不幸的离开人世,安娜悲痛欲绝,原来她一直通过这种方式赚钱,就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可还是没有挽留住孩子的生命, 虽然孩子非常可怜,但是也不能欺骗别人的感情和金钱,最终女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女人躲在外卖包里,偷偷地把收银台里的马内洗劫一空,正到二人以为配合得天衣无缝,不料却一不小心把杯子碰到地上,此时的陈好一脸无奈,面对老板的阻拦,陈好却说订单马上超时了,而老板竟然拿起扫把递给她,男人只好把外卖包放在凳子上,接过扫把打扫卫生,此时恰好一个外卖小哥进来,也把外卖包放在凳子上, 陈好则打扫完玻璃碎片,随后背起外卖包跟小哥打声招呼,便急忙离开,紧接着来到一个角落里,迫不及待地准备打开外卖包,然而让他意外的是,里面却空空如也,这才意识到自己拿错了包,而另一边小哥背着安娜来到客户家里,等打开背包的瞬间,竟然出现一个身材靓丽的美女,此时小哥跟男人顿时梦圈了,就连经验老道的安娜也不知所措,男人却故作镇静,声称是朋友的恶作剧,为自己明天的生日派对准备的美女, 外卖小哥觉得不可思议,男人为了不想错过送上门的美女,赶紧掏出马内跟小哥结账,机智的安娜也拿出小费塞给小伙,便示意小哥赶紧离开,此时的小伙也不好意思打扰,便转身离开,男人则迫不及待想跟安娜斜伙,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行为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见多识广的安娜也早就想好了对策,经验丰富的他让男人先去洗个澡,随后趁机给搭档打电话求救,责怪陈好粗心大意,将自己孤身陷入险境, 然而在通话之余,女人无意间被一旁的保险箱吸引,安娜瞬间有了主意,让陈好尽快赶过来,紧接着掏出随身携带的面粉倒入香槟酒里,等男人洗完澡出来,安娜端着香槟来到男人面前,而急着享受天伦之乐的男人,毫无顾忌地将香槟一饮而尽,很快男人便两眼发直,直接倒在沙发上,这时陈好也及时赶到,当安娜让陈好打开保险箱时,可陈好却说自己也无能为力,女人只好脱下丝袜, 让陈好来个角色扮演,一年后男人终于醒来,却发现自己已经被五花大绑,在陈好的不断逼问下,男人说出密码,可陈好输入密码时,却提示密码错误,十分气愤地陈好揪住男人头发,男人吓得赶紧解释说自己太紧张了,于是又说出一组密码,没想到还是不对,就在陈好准备好好教训男人时,男人吓得赶忙说密码在钱包里,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码内,陈好这才放下手中的武器,随后准备去拿衣服里的钱包,这时突然闯进两名波波乐,立马将二人控制住,原来是外卖小哥察觉不对,于是便报了警,男人因为贪图美色,差点中了女人的圈套,还好遇到了善良的外卖小哥,男人才逃过一劫,男人捡个机器人脑袋,随后把他举起来,咔嚓一下,给他组装好后,竟然意外地活了过来,比个耶试试, 没想到他的手指十分灵活,还礼貌地给他个国际首饰,陈好让他活动一下,没想到他轻轻没用力,差点把家拆了,再拿起小李飞刀,夸得把苹果钉在墙上,男人吓坏了,赶紧来到女人的身后,看到标签后,才知道他是个军用机器人,不仅力大无穷,还刀枪不入,这下完蛋了,如果被人发现的话,自己肯定被抓去坐牢,看到机器人在给自己化妆,就跟当年的校花一样,男人馋的口水流了满地,于是他拿出重要部位, 让机器人更加的完美,准备参加同学聚会,表面上大家对他很友好,实际根本看不起这个胖子,这时走进来一个大美女,所有人全都惊呆了,只有陈好暗自窃喜,这就是他改造后的校花,随后校花走到男人身旁 看到他们举止亲密,其他人全都羡慕坏了,在一曲热舞过后,男同学看得哈喇字都流出来了,心里十分的不爽,于是趁男人上厕所的功夫,直接堵在了门口, 想像以前那样欺负他,结果刚抡起拳头,就被赶来的校花轻松制服 同伴还想补权,可他哪里是机器人的对手,三下就敢趴在地上,男人赶紧认怂,可校花并没有放过他,陈好害怕继续惹麻烦,赶紧带走了机器人 这是一个巡警走过来,看男人紧张兮兮的样子,便让他出示身份证,机器人以为他是危险人物,酷吃一拳给其打倒,车里的警员赶紧掏武器 谁知下一秒,他竟然夸地跳到车上,酷吃砸碎挡风玻璃,机器人无时无刻保护他,是因为陈好是程序员,对他设置了特殊指令 看到BBL受伤,男人害怕坏了,赶紧逃离了现场,准备明天就把他送回研究所,然而就在这时,机器人突然出现,吓得他尿不湿都湿了 只见陈好邪魅一笑,随后坐到床上,可机器人刚给他个拥抱,小胖就翻白眼晕了过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第二天父母开门,就把他俩堵个正着,老父亲从上看到下,两眼冒着金光,连忙问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我是他妻子,父母瞬间猛了,一分彩礼都没花,这下可赚大了,老两口十分满意 随后一家三口去逛街,陈好匆忙赶到研究所,可警长早已等候多时 并说,昨天丢了一个机器人,让陈好帮忙调查,随后通过追踪器,快速得到机器人的位置 而机器人这边也出了意外 劫匪朝女人连刺竖刀,结果他非但没事,还用脑袋裤吃把他撞晕,老人吓坏了 赶紧捡起地上的匕首,小李飞刀都给干弯了 原来女人并不是人类,而是一个机器人脑袋,被男人组装完后,随后成为他的媳妇 而这个机器人是军用机器人,并且警方通过定位,已经发现他的位置 为了摆脱跟踪,陈好用仪器,对机器人全身进行检测,发现是在耳朵里 于是拿着电钻一顿操作,终于打开机器人的耳朵,取出里面的跟踪器,随后关上耳朵 本以为这回安全了,可男人刚出来,就碰见搜索中的警长,他觉得陈好不对劲 直接将他带走,这时笑花突然出现,轻轻一把拉,就干翻一个 酷吃一脚,又躺下一只,男人一拳对在他脸上 结果把自己干骨折,警长赶紧下令开枪 可结果手枪被踢飞出去机密远,落到笑花手上 就连警长也被他砸晕,随后他们开车逃跑,就被BBL堵住 这该怎么办?随后女人一人下车,面对BBL的警告 女人好像没看见一样,没办法,警方只能开枪 警方朝女人开枪,可子弹打在他身上,却没有任何作用 但可夸夸夸地往下掉,女人竟然啥事都没有 没等BBL反应过来,直接被女人制服 随后推走爱事的小汽车,陈好被吓坏了 转头一看,女人脸上还有一颗子弹 随后轻轻一把,皮肤竟然能快速愈合 现在他们要赶紧搞钱,逃离这座城市 于是来到一家地下拳馆,这里根本不用检查 只需要缠上胶带,就可以开始了 首先上场的是金刚芭比,迎来了所有人的欢呼 因为他是这里的不败将军 轮到瘦小的安娜出场,却都是嘲笑声 都觉得他会被打残,比赛刚开始 安娜须地闪现,掐住对方的脖子,轻轻没用力 就把他滴露了起来,眼看金刚就要凉凉 女人突然松手,把他仍飞出去 瞬间解决战斗,要不是陈好事先叮嘱 千万不要杀人,估计对方早就领了盒饭 拿到钱后他们赶紧逃跑 却被警方发现,危急时刻 安娜抢过方向盘,直接把油门干进油箱里 好不容易经过一年后,才逃过警方的追击 就在要出城时,却被大批警察拦了下来 没办法安娜准备再次动手 可就在这时,警长端着电磁枪出现 夸夸夸地射向女人 万万没想到,刀枪不入的机器人 此时却被定在了原地 随后拿来大网,把女人绑了起来 接着来到废弃仓库,把手下全都解决掉 原来警长竟然是间谍 他没有S掉男人,而是直接让他背锅 等警长走后,陈好赶紧逃离了这里 下一秒,仓库瞬间爆炸 男人吓坏了,他想报警 可警长就是警察,这样肯定会打草惊蛇 于是他有了主意 通过互联网联系上安娜,也得到对方的交易地点 第二天等警长要交易时,陈好及时出现 并打坏了宫殿设备,女人须得正开束缚 立即开始反击,三下五除二,就收拾了所有坏人 警长撒鸭子就要跑,安娜剑撞捡起地上的设备 夸得就把警长砸晕在地上 外国间谍也被制服 由于俩人公大于过,领导并没有追究 并让男人永远保密 从此,他们成为真正的夫妻 过上幸福的生活,并生了66个孩子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捡到一个机器人,会用来做什么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